陈宇涵 陳宇涵因為一路我對他的期望 包含他給自己的一個目標 我們必須要很踏實的去做 所以他這幾年其實都放在大陸的 可能青年隊或者是大陸的NBL去做磨裂 我想他相當的刻苦 他也相當的執著相當的努力 那我也一直告訴他 可能在高中他並沒有HBL這個光環 但是事實上他的能力跟他的條件 跟他的態度是可以繼續往上打的 我希望他從大陸能回來給大家看到他 我覺得我們要跟戴哥一樣吧 就是希望可以進氣候賽 四強甚至可以來到同級賽 然後這個我覺得我們應該要 一步一步來慢慢努力 然後先幫我們團隊整合好 然後去應付所有比賽 然後把比賽拿下來 然後一步一步走就可以走到最後 所以我比較希望可以 就是證明我自己有實力 可以站上這個舞台 然後我也希望盡我的所能 然後幫助球隊 然後贏球 那至於方翔偉的話 因為他去年畢竟他可能都在 替足的位置上 表現還沒有那麼強烈 他本來就是告訴我 希望能再為一手打拼個兩年 為他自己加來去SBL 做一個很好的一個基礎 我希望的是說 就是上個球場 就沒有這些年齡的打球資本 就是基本上是想要 能上場的人 基本上是覺得說 我想要去為這個球隊 就是做好 然後交給我 就是上場就做好 對 松尾的部分 雖然他沒有投入SBL 但我想其實他在UBA的一些表現 也受到肯定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能繼續打拼的機會 所以我每次都很支持他 我以前也沒有出來過 然後甚至現在已經是一個 比較高層級 對 然後我承認自己可能 會有一些身材啊 會有一些劣勢這樣 那我希望還是用最熟悉的嘛 就是我的投射能力 然後盡量去幫助這支球隊 那我希望我們能趕快適應到這個球隊 那職業講求就是 要有漂亮的球技 好的舞台 那再來就是好的包裝 我想其實在這幾位 夢想家的老闆裡面 他們都已經盡力把他們推到可以最高 剩下的就是這些球員 他們怎麼樣在這個團隊的球隊裡面 可以創造出他自己的價值 不論他是否能在球場上登陸 但是我覺得能練習 能珍惜 就是一個很棒很棒的一個機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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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